来 来 来 我来 我来 好沉的 没事 我帮你拿一个吧 你怕我拿不了啊 我可是练过的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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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需要 我自己就可以了 表哥妈 客房整理好了吗 整理好了 王嫂 帮着雅琴 把东西搬到客房去 好 谢谢王嫂 雅琴啊 暂时先住在这里吧 就当自己家一样 好 怎么了 我觉得表姑妈 对我的态度有点奇怪啊 有吗 没感觉 没事吧 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 你就是太敏感了 去吧 把东西收拾收拾 咱们俩晚上出去吃 好啊 不想让雅琴住咱们家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的是 你到底怎么想的 什么怎么想 到底是雅琴呢 还是顾菲菲啊 妈 你什么意思 我问你什么意思呢 妈 雅琴她为了帮我 和表舅闹翻了 她不能住在表舅家 我能不帮她吗 所以现在 我也就是 让她暂时住咱们家 没别的意思 不要让别人误会就好 是 我现在只想把这个项目做好 其他的事 以后再说 是啊 这次你表舅 是彻底让这些董事们失望了 但是你想要在没有她的情况下 独自承担公司的重担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要有心理准备 是 公司走的那批人都是她的人 走得好 那些岗位上的空缺呢 我立刻可以找人顶上来 这你放心 可是你表舅在外面成立公司 就证明她不想善罢甘休 所以啊 你还是要提防一下 妈 我知道了 好 我约了雅琴到外面吃饭 晚上您不用等我了 嗯 嗯 雅琴你这么说我真的很好 真 我是在保护我自己的公司 我爸爸跟我哥哥 奋斗了一辈子的公司 关雅琴 她都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出面维护公司去指正张副总 我在董事会上只是实话实说 看了我们今天都不够隆经 这样吧 等你心情好一点我们再谈吧 我有口难看 爱痛之间徘徊 只要能真的让你少一点伤害 把自己关起来 硬把眼泪扔下来 是我唯一能给你的疼爱 我有口难看 回来了 你和蔡爷聊得怎么样啊 小辣椒 你真不是一般的八卦 你以后不要叫小辣椒了 叫大嘴椒吧 我是关心你嘛 看你现在的情绪肯定没谈好 我根本就没有谈 那你这么晚回来 不是和蔡爷在一起啊 如果你真想知道呢 我就满足你的好奇心 我和周慧明出去了 移情别恋啊 你怎么又成周经理了 没和蔡爷在一起 为什么 你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小辣椒 你给我听好了 我顾菲菲现在郑重地宣布 我这辈子 就算嫁不出去也无所谓 我一个人过挺好的 菲菲 到底出什么事了 没事 菲菲啊 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 不要憋在心里面 我这个人嘴巴虽然大点 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小辣椒 你说得一点没错 我顾菲菲呢 真的是要倒霉七年了 八百年前的皇帝 你还记得呀 我当时就是随口说的 菲菲 幸福是要和自己去争取的 不能遇到一点小挫折 小困难 你就放弃了 你吃的苦还不够多啊 如果十年前你对自己有点信心 对周慧明有点信心 你们俩说不定现在已经在一起了 同样十年后 你自己也要吸取教训啊 优秀的女人身边会有追求者 优秀的男人身边也一样啊 蔡英身边有个关雅琴 算什么呀 你自己努力去争取啊 我们女人没有男人 我们活不了啊 那倒也不是 所以啊 我们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些 无聊的感情游戏上面 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事业上面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完成 浪漫巴比伦这个项目 所有的事等完成之后再说 菲菲 你又选择逃避 行行 我不说了 我回去吃面去了 菲菲啊 我到底怎么了你对我这个态度 我没有啊 菲菲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不就是我把表舅请走了吗 从那之后 你就跟我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关雅琴她都没事 还帮着我打理公司 你干嘛处处跟我闹别扭 你们俩到底谁是她干女儿啊 你以为我被这件事情怪你啊 那你到底为什么啊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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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我告诉你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对了 咱们俩吵一架 或者你把我骂一顿都行 但是你别这样 我受不了你这样 我真的受不了啊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说不出口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我不为什么 你要觉得烦我了 受不了我了 你别理我呀 关雅琴不烦 你找她好了 你这话滋味不对啊 什么滋味啊 有点酸 那雪菜 你以为我吃你的醋 那你错了 我跟你闹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还吃你的醋 你看你这样子啊 我从来没看过你这样 薛菜 好好好 你没吃醋 是我吃醋了 好吗 喂 什么 我马上下来 怎么了 大爷那边出问题了 你又想起来 我还是想起来 我还是想起来 好